赚多少不是重点,存多少才是,尤其在人人普遍都赚不了什么大钱的现在,大家免不了会想要追求小确幸犒赏一下自己,一年也得出国至少一次调剂身心,零零总总扣下来,狗袋里就所剩无几了,但即使在这样严苛的生存条件下,还是有人可以靠着超人的意志力为自己存下一桶金。 例如下面这位女孩,执行向下三角有网友在脸书社团po文表示自己28岁就已存下将近200万,让大家看了都佩服到五体投递,也好奇到底是怎么做到的,对此原po则反问大家。 如果十几年来都过着只有工作没有休闲,也不消费的生活,那大家还会觉得十几年存200万很多吗? 不遍来源,报废公社。 十星向下三角员po说自己靠着正职和网牌兼拆,月收入约4到5万,每月除了固定要交孝亲费5000到1万左右以外,还需要负担房租8000,和六只宠物的饲料费。 但靠着几乎不花钱的生活方式,每月还是能存下不少钱。 十星向下三角虽然这样的生活在别人的眼中就是个标准的宅女。 但原po仍豪气表示要靠自己的力量买下属于自己的房子,再换个角度想,即使无聊,但能发呆也未尝不是一种幸福。 看完原po的自白,许多网友都感到十分佩服,反省中,年收你四倍还负债,一二年存200万。 等于一个月差不多存2万贴得太厉害了,也但有人不认同这种生活方式,我一个朋友也是这样听。 不到30转移动房,然后不到35人在天堂前在银行,正在看文章的你抱持什么看法呢?